《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从赵紫阳到习近平吸香港学生的福衡,拆解中共必杀记》 作者 徐恒 当米兰昆德拉在1979年写下他的名句 人类对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的时候 他可能想不到最能活学活用到这个道理的人 竟然不是对抗权力的人民,而是越来越猖獗的独裁者 而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独令封诉 最新的例子是习近平在2023年7月给香港培桥中学学生的福讯 我们只要对比中共总书记赵紫阳1984年给香港大学学生的福讯 就会看到中共是如何改写历史的 赵紫阳福衡的主子是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 而习近平福讯的主子就变成是 爱国主义是一国两制的重要基础 习近平口中的爱国实质就是 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在香港实行民主政制根本是背道而辞 但是为什么香港人好像已经不记得了中共在39年前的承诺呢? 那是因为中共在记忆与遗亡的斗争里 早已练成了改写历史四部曲的高超本领 第一步是宣言矛盾信息 例如只是说爱国者治港而不再说民主治港 第二步是散播此是而非的言论混淆视听 例如一方面取消直选 另一方面增加移植 就说是扩大民主的成份 将一党专政说成是全过程民主 第三步就是在民众的心中制造冷漠 民众既然被矛盾和错误的讯息搞到头昏老丈 又不能改变现状 那就唯有把所有东西置之不理 而第四步就是鼓励大家不要执着责拗 要向前看 忘记矛盾 生活就自然变得轻松愉快 简单来说 这套改写历史四部曲 就是矛盾、混淆、冷漠、遗忘的四部曲 中共执政七十多年 它这套必杀的一直万事万多 人民忘记了它的恶行 暴政就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不少中国人对于中共专政凌几千万人生灵涂弹的大事 包括土改、反右、大饥荒、文革等等 已经完全忘记了 今天的港共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 对历史真相展开全方位的斗争 包括改造议会、操控传媒、钳制言论、禁书禁歌、在学校实行洗脑教育、在互联网封锁资讯等等 试问今天的培桥中学 有多少学生会知道赵紫阳1984年福讯的存在呢? 我们每一个香港人既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的参与者 亦是被斗争的对象 难道我们在中共的必杀忌面前真的毫无招架之力? 在新架局下 流港和离散的香港人必须双劍合璧 切法破解中共的改写历史四部曲 才不用白白浪败了米兰·昆德拉对我们的预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追新闻